所以有可能是明年嗎 今年太趕了吧 明年呢 可能 差不多了 搞不好很快就有好的消息 就是六年還是熱戀 沒有那種老不老吃 就還是很主意的感覺 我覺得很好玩 算像Best Friend 就是你的對象 我們是常討論整個事情 討論 就是有在規劃 不然我幹嘛浪費他的時間 你要先求婚嗎 要先求婚嗎 需要嗎 不用嗎 不知道啊 現在是都現代的 可是他 女生不都喜歡儀式感嗎 他不用嗎 我覺得 跟很多人以為我是 富二代或小開一樣 就是我覺得很多人 因為他是名人 會誤會他是什麼樣子的人 他其實是很簡單 就是 不是大家想像的 那個樣子 我可以給他這種安全感 讓他覺得他 找到一個好的男人 是 就是有肩膀的 然後是讓他安心 是 對 然後如果之後是會照顧他疼他 然後我覺得他就 當然 會想要 家庭 對 對 或是說我買的戒指多大 那你們有夢想中的婚禮 我討論他會不會這樣 如果結婚的話就是 還在想婚禮 會有生小孩 對 也要再規劃 他好像動亂 好像他有 嗨 大家好 我是舞動 現在是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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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丹丹丹 我是蔡康勇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S 我是號角翔琦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今天要叫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歲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樂 祝3D新聞網十周年了 好快喔 生日快樂 鎖定我們娛樂新聞APP 更多的憲哥就在這裡